记录健康 为身体把关 欢迎收看健康日记 我是张家芳 近年国内新起一股路保风潮 甚至有人天天跑 到底路跑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两位观众朋友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路跑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 是彰化基督教医院家庭医学科主任 王绿凯 王医师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特别来宾 是我们路跑的爱好者念词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念词 其实提到这个路跑 我们知道说 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下肢 必须要承受身体二到三倍的一个重量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笔记本 要来考考各位 跑步除了膝盖 还有什么部位最容易受伤呢 第一个是长颈束 第二个是脚底板 第三个是阿基里斯剑 我们先来问一下 Wendy你的答案是 我觉得是三阿基里斯剑 为什么 因为阿基里斯剑好像是脚后跟 然后觉得跑步的时候 脚后跟会先沼地 然后压力感就比较大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 后面的那个小腿上面那条筋 特别的不舒服 那哈迪你的答案呢 我也选阿基里斯剑 因为我常常看到篮球员 他们有阿基里斯剑 运动之后断掉的运动伤害 我想说跑步和篮球一样 都会跑跑跳跳这样子 所以所有人都选阿基里斯剑的 主任我们这一题的答案真的是三吗 这三个部分其实都是容易受伤的部位 包括长颈束 脚底板 阿基里斯剑三种 以目前跑步的状况而言 膝盖的受伤率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长颈束大概百分之十五 脚底板大概百分之五 阿基里斯剑大概也是百分之五 所以其实如果以膝盖以外 膝盖还是一个最容易受伤的部位 但除了膝盖以外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容易受伤的就是长颈束 IPB我相信应该很多长期的跑者 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提到这个长颈束 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还蛮陌生的 它到底是位置在哪一个 腿的哪一个部位呢 它的位置就刚好是在臀大肌 然后还有扩肌膜这边 一路延伸到经过了骨骨 而后到颈骨的尾端的这边的地方 而长颈束是一个很大的肌膜 这个肌膜包括了整个外侧 那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不断地在一个摩擦的过程之中 会造成长颈束在外面的 就是在骨骨的外上裸的地方 反复的摩擦 它的原理呢 有点像是像网球轴 高尔扶球轴一样的一个肌腱的发炎 刚好跑步呢 因为是反复的膝盖式的一个机械式的运动 所以造成这里的慢性的一个 长颈束的发炎的关系 所以我们如果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其实它等于是 上面这一个部分是大腿 下面这一个部分是小腿 所以它是在上面这一个 大腿里面的这个长颈束受伤了 是 那其实这边还有提到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跑者系 我们知道说常常路跑的人呢 他会有这个跑者系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跟这个长颈束是有关系的吗 对 我们平常俗称的跑者系 其实就是指ITBS 就是长颈束的反复性的一个发炎的状况 当然在跑步过程之中 很多地方都很容易受伤 如果你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 没有足够的热身的话 包括了膝盖 包括了脚踝 包括脚底板 包括长颈束都有可能 只是说跑者系这个名词呢 一般我们指的是长颈束的这个地方的反复性的发炎 其实提到这个长颈束啊 或者是说这个脚反复的一个发炎 我们就来想要问说 像Wendy 你平常会去跑步吗 你有受伤过的经验吗 我有跑过那个台中的泥浆路跑 泥浆路跑 就是它快到终点的时候 它会经过一个池子 然后那个池子全部都是泥浆 然后重点是呢 要趴着趴这样 趴着过去 很像走天堂路 你的喜好真头 然后大家就身上都是泥浆 虽然就是有点恶心 但是蛮好秀 就很好玩 这是蛮特殊的一个情况 哈迪你的呢 我是以前学生的时候 学校 因为我们以前学校在山区 对 然后我们会办一个校园 附近外环的那种校园路跑 然后大概是十几公里这样 十几公里 对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在山区彰化那边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 因为我以前会游泳的 我想说体力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就去跑 你就没有做任何什么东西 就这样去跑 十几公里 就跑了一半就很累很累 最后还是硬撑才把它跑完了 你跑多久 跑了二十一还二十三吧 二十一还二十三分钟 这样子 那蛮快的啊 可是很累 因为那时候有跟人家打赌比赛这样 所以很拼 对 对 那像念词 我们知道说 你非常喜欢这个路跑 你的跑的经验多久呢 我去年七月参加第一场全程马拉松 就是42.195公里 大概花了三小时 三小时多跑完 然后就觉得 这样就上台领奖了 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然后 怎么这么简单这样就定义了 也没有简单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从来都不知道 台湾有这么多的跑步活动 后来八月就有人说 你念词你这么爱跑步 不然你来跑山路好了 来跑超级马拉松 我就说好 我就去跑 结果那天的温度是 因为是隔一个月八月 大概37度 我跑了八九个小时 八九个小时 对 在山上 就是你要跑三座山 对 从早上清晨开始跑 然后跑到下午三 两三点结束 你不会跑到虚拖了 那一场也是我的第一次出超 大概 那时候就也上台 就第十名 就整场比赛的女生第十名 然后后来就又跑一跑 跑一跑人家说 你这么爱跑 那我们去跑 跑雪霸好了 然后那天 那一场是三度 然后我就又去跑了 就跑一跑 就又拿了第一名 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天生有慧根 我这样随便跑一跑了 等一秒 所以就觉得 所以就会非常觉得 在跑步这一块 非常有兴趣 还有很大的热衷跟成就感 而且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朋友 所以像你身材维持这么好 也是跟这样子 不断地跑步有关 没有 我还没跑步之前 比较胖 大概最胖的时候 大概77公斤 真的 所以是因为这样 慢慢瘦下来了吗 因为会想要去跑步 是因为自己想要先减肥 想要瘦身 然后那是 又觉得说 跑步好像是最简单 我只要套上鞋子 我就可以出去跑步了 不花钱 对 然后随时都很方便 想要去跑就去跑 所以就从跑步开始来减肥 所以后来就瘦到现在这样子 大概25公斤吧 瘦了25公斤 你的精力应该会 鼓舞很多女生 都想要来跑步这样的一件事 像主任以 刚刚这个 不管是念词讲的 他可能是学霸 上山之类的 或是跑超 或者是像他们就是 平常完全都没有跑过 然后去跑 一次跑个十几公里 或者是说 像温迪讲的 跑那个泥匠 这个听起来有没有特别 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 或者是说 其实一般不要随便这样乱尝试 像我们刚刚哈迪讲的 就还蛮正确 就是在跑步的过程 一定要循序渐进 那我跑步的历史 大概五年左右 那我第一次的出马 是在四年前的 那个泰鲁格马拉松 那那一次的话 我也是ITB受伤 就是在他经过一个天堂道 所谓天堂道 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陡峭的一个山坡上 那怎么可以用天堂道 应该要讲地域道 才对 我们简称它天堂道 因为往上通嘛 对不对 上通天堂 那那一段的时候 就是已经发现 基地已经不太足了 可是我还是硬撑撑上去 那所以就造成了 那个外侧的一个 肌肌膜的发炎的情形 对 所以那一次也是复健了 大概半年之后 才慢慢恢复 刚提到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热伤害 主任我们知道说 您有曾经遇到 在跑的过程当中 有人热衰竭是不是 是 曾经在 热衰竭 基本上是一个 还蛮常发生的一个 一个现象 尤其在夏天的赛事 夏天真的温度非常地高 如果我们造那个 完全照教科书来上 是说 他会建议你说 如果体温上升一度 那你就要下降多少的 你的跑速 不然你会很容易 造成热衰竭 那所以热衰竭 当然最主要发生的过程 还是在一个体温 无法适当地调控 然后水分补充又不足 那那时候 你的体温过高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 你的肌肉的一些伤害 那肌肉在最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会发生 恒文肌溶解的现象 很可怕 对 恒文肌溶解 也就是说你的肌肉 可能会进入一个 溶解的过程 然后所以你的 体内的很多代谢物 会无法经由肾脏排除 然后所以这时候 你的体温会升高 所以在严重的热衰竭 或中暑的时候 体温大概40度以上的 那这时候 就会造成多重器官 多重器官的一个 循环不足的表现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 被虐待的那个夏世 红中秋那个也是一样 就是热衰竭等等造成的 我们知道说 跑步身体的这个状况 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念词 我们知道说 像您今年 还有带一群这个 没有跑步经验的这个女生 你帮她受训 让她们可以去参加 半马21公里的一个跑步 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她是在今年6月初的时候 是一个女子半程马拉松 然后这15个女生里面就是 跑最远的 也只有10公里而已 所以她们 15个女生都很爱跑步 她们就是要 挑战21公里 所以我就帮她们受训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 跑河滨 因为平路嘛 然后先大概了解 她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然后之后再下一周 可能我们就会去做一些 操场 间歇跑 间歇训练 就是快快慢慢慢慢 快快这样子 对 因为第一开始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就带她们去练那个 一样是跑河滨 但是要去模拟 21公里的感觉 所以要比较长了 对 就是要模拟考量 然后所以她们可能就是 三四点就要起来 吃东西 吃早餐 吃补给品 然后接着 她们就自己下去跑 21公里 但是不求快 但是她们要了解 在21公里 这过程中 她们有没有不舒服 或什么时候开始会口渴 会饿 会脚痛 那除了最基本 去外面长跑训练之外 还有要做她们的 核心的肌群训练 包括你刚刚说的 那些运动伤害 这样才可以帮她们避免 在长距离的过程中 可以避免受到伤害 所以跑步真的不是随随便便 我想到就这样子去跑 如果你要跑一个 例如说半马 或是比较长程的 其实事前是要经过一些特训的 对 那到底跑完之后 有没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呢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赶到之后告诉您